大家好,我是格子 刚才我这头来这个五彩城啊 你猜我看见什么呢 竟然看到我很小熟啊 这个五六岁熟 喝的那个饮料了啊 叫摩奇啊 我不知道这个80后的朋友们喝没喝过啊 这种饮料呢 我以为都绝版了啊 没想到今天呢 在这个五彩城的超市里面啊 看到了啊 那我记住我小熟呢 是一块钱一瓶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多少钱一瓶好不好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小熟喝的那个摩奇啊 换包装了啊 但是还是那牌子 这不是摩奇吗 这是桃汁味的啊 这是橘子味的啊 这个是酸梅汤味的啊 我记住小熟 没有这种酸梅汤味的啊 也没有百香果啊 只有橘子的 还有桃汁啊 这两种 原来我记住我小熟是 一块钱一瓶啊 不是,一块钱 一罐啊 现在是 三块二一罐啊 涨了三倍啊 好,那大家可能看到了啊 是不是觉得特别亲切呢 这个啊,绝对是咱们小熟喝的那个一块钱一瓶的摩奇啊 只不过呢,它换包装了 而且呢,多了几种口味 我记住我小熟只有这个水蜜桃味的 还有这个橘子味的啊 现在还有这个什么百香果啊 啊,酸梅汤味的啊 这价格呢,也涨到三块二了啊 不过我觉得相对现在的物价来讲呢 涨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三块一瓶啊 看着那摩奇啊,特别亲切啊 所以就拍了这条视频 因为小熟呢,这个 我们小熟没有什么饮料啊 这个呢,就算比较好的饮料啊 所以刚才碰到呢 这个挺惊讶的啊 就拍了一条vlog 好,那朋友们 那你们家那头有这个摩奇吗 卖多少钱一瓶呢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往交流 喜欢就关注我的 关注我的